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到了 而到了从议了 从议了 而且不光是这样 我看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看大师像张简 汤寿浅 什么像成德权 还有台延凯 大厢社都是一掌制这一级的人 全都跟了 全都从议了 有没有比较大的电视剧拍这些东西 《走向共和》当年有个电视剧《走向共和》 他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之前呢 他不有一个立宪请愿吗 立宪请愿 立宪请愿人家是干嘛 这些四身们请愿什么的 要你早有立宪呢 是我要跟你分享权力 我倒不是说他们对民主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认识 但是我只可以通过这分享权力他们都知道的 你觉得回过头来看 中国有没有一个机会是君主立宪的 在那个时候 在清朝亲政的时候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是清朝最后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你这个政局这个时候你不能犯错误 你犯错误你就没机会了 实际上他的可能性就在于他能够维持下去的可能性 就在于他能搞下去 就是他只要都不犯错误就行 如果当时立宪 他立宪了 他还能维持那个局面 就是说我还是分权的 我尽量把权力往下分 别老抓着我这个白色 就是日本的 走日本的 英国的这一条路 而且当时中国也就只能走这条路 总共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中国需要皇帝 中国是你两天的帝制 你需要皇帝 但是你恰恰 革命党的宣传 它主要就是在台满上 就是你非我足利吧 你扬州十日 家定三图 排满上 但是如果说你干的好 你就罢了 以前我们的历史就不追究了 但是你干的不好 他谁呢 08年西太后光绪都死后以后呢 他们这些少年轻贵啊 盛政王载丰 他二十五岁 他周围这帮小孩也就是二十多岁的一帮 一帮少年轻贵 一帮太子党 就自己当个坎人 什么事都不懂 想搜权 一个把地方权利收回 搜中央 就是搜路况权嘛 再一个就是从汉收回去 搜到马人出去走 所以搞皇帝内阁 本来我是想跟你分享权利的 你结果你不但你不给我分享权利 你不答应我立线 而且什么呢 你还要把我已经有的权利 比如说过权利 你收回去 套罗就是刚到北京请愿 特别生气 回来以后一肚子气 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他一参加可了不得 你知道起义士兵满大满算三千左右 那么大个武汉三镇 你三千兵算啥呀 在套罗罗里有桑团啊 桑团在这个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 包括上海就是上海的 商团打 商团 什么叫商团 商团就是那个商人组织的武装 平早就练了 啊 就是商人团练的 平时练 他每个商工都出人 都出伙伙伎 发服装 发枪 平时还打把 真刀实枪的 你以为呀 城管保安 商人民间的城管保安 传练 人家是有武装的 他们你的武汉上海一万多枪呢 开玩笑 你说一下子出来维持地面 然后他关键是什么 当时海军来镇压 海军当时已经有四艘被炸了巨洋舰了 来两艘重巨洋舰 炮很大 当时李渊宏出身海军的 他说咱不能革命 这革命的炮一打过来我们就蒙了 海军来了他没革 他就没打 为什么 海军就一度的火 军舰的舰长 他换成满人了 满人哪毕业的 咱们颐和园 昆明湖贵卷 海军学校毕业的 就那练出来 你说他能当舰长吗 能服气吗 中国海军都是专性很高 而且还都是 这还是高干子弟搞特权的 大家都急了 而且他三振兵 就是在海军大臣的副官 特别知心副官 就汤江明 后来就是屠夫了 那当时还是好人的 他是汤化龙的弟弟 汤化龙的弟弟 汤化龙就洗洗给他 他就来这游说 结果是海军起义了 哎呦 就是说清代实在最后是太腐败了 所以这个君主立宪也不可能 也得有 我觉得倒不是说太腐败 关键是他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这个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他认为正常是我们打的 我就应该收回来 你想想看 他老佛爷统治了四十多年 老佛爷比你们牛多了 老佛爷都没收回来 你们几个小年轻想收回来 你不是你让人能服气吗 开玩笑 你二十五岁 像今天讲一个八零后 你想让这帮老头子像都服气 你这不是一样讲一下 你太可笑了 你这太可笑了 这种这种错误 他不一犯 他一犯就完了 就没办法行了 完了他们讲 真是革命党说的对啊 他们就是非我足了呀 齐心必毅 对啊 哎呦 真是 但是后来一百年革命 那么革革命 革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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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反省就是说 也许中国当时走这个 英国道路会好一点 走了那个法国路 不过一之路啊 对啊 但是问题是当时你说你要找谁当皇帝 当时是什么呢 清朝的皇帝当不成了 因为你犯大错误了嘛 而且大家都把事全想起来了 而且已经造你反了 怎么还能让你当皇帝呢 其实袁志凯一直南美和谈的时候 一直坚持说把他们虚位 把他们虚位了 然后他一个什么权都没有 挂了名字 虚位的皇帝 我就行了 但是这个虚位皇帝 还想这么做 虚位皇帝也当不了 当时呢 日本人呢 其实最坏 日本人是想干涉的 但所有人都 所有其他的内想都不想 英国人尤其反对 但是日文英国人 后来他们答了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还是君主一线好 温州皇帝也不行 其他法案 说咱们把朱铭 就是明朝的皇帝的后代 找出来了 这一下子就乱了 明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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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皇帝是死了 多多年了 他这个后面就没有 你普世是乱的 你知道吗 一旦这个弟子王孙 到民间里头都乱了 那路顶级里别去找 对啊 是是是 你要说 你要是猪 那谁都可以冒充了 没错没错 满地就冒充了 满地是这个什么三太子 四太子嘛 那这又乱套了 不行了 这个第二发案就否了 说咱们第二发案是什么呢 说咱们从孔子家 从衍圣宫那找 衍圣宫 多少多少代 这个不断 这个不断 这个是一个政治浪漫 但是衍圣宫 但是衍圣宫人家是 孔子是素王嘛 对吧 从来不当真皇帝 这传统不对 而且衍圣宫 衍圣宫也没这个意思 干这干嘛 政教分离也不能这样 所以说他也 这个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谁谁当呢 这找不到人当这个皇帝 就实际上就说 中国必须有皇帝 但是恰恰就是 没人做这个皇帝 没人配当 没人配当 最后袁世凯说 我来试试吧 也不行 当了几十天 也不行 完蛋了 你不当没事 一当你就择了 就配不上嘛 你架不住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宁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 全球发售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欧派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 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 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他这意思啊 感觉这个民族主义啊 还真的是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推动力 当然 你说 就如果说是是不是清末 而且那叫亚下 没清朝 是明末 汉族人 汉族人的这个皇帝 一直到最后 是不是没准就君主立宪的这个体制 可能不大 就是这个路主线 但因为你是买区处达子吗 对吧 买人 你达子你犯错误了 啊 那就完了 而且主要是革命的时候的旗号 我就说这些黑社会为什么愿意跟着你打呢 他们从明朝的时候 为什么有清帮 红帮啊 那就是鸿门吗 那就是反反对清朝的反清复明的组织 反清复明 其实他们也是招牌 也是招牌 我看这材料的时候 好多发现实际上 根本来动为他们的时候 他们好多大公公大爷 其实不知道他是反清复明的 他们就是一帮游民 离开了中华车祸以后 他们需要有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互相帮助 其实他们并 就是后面的意义 就包括他们那些 比如说帮会那个故事 什么从超临市出来 怎么又跟郑中公搭了关系 这全都是后来编的 那知识分子在这一段历史当中 他有没有什么责任没起到吗 因为我很小 我就听我父亲说 严富跟伊藤博文去英国 伊藤博文就帮那个 明智维新 严富就翻译一个天眼论 当时这批流洋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孙中山的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像中国这个 中国跟日本的差距 就是说你其实你说 如果当时 如果中国变的话 其实中国明白人也不少 其实如果总体 总体的知识含量 比如说刚开始接触 比如说海国图志这样的书 开始明晋制的时候 日本都是当教材用的 就是我们时间绝对比他早 但是为什么你做不动 就是这两个 他们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 真是推动整个社会的维新的 对对对 日本的整个转向现代化 是由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做成的 而中国就走了革命这个道路 这个革命到现在还在崇拜 你知道这个revolution 在英文里面 在所有的语言里面 它只是把东西颠倒过来 我们就不知道把这个 revolution 我们把它变成 革命 革命 这个字中文一直有 汤武革命 一直有的 可是我们这一翻译 可印象可大了 后来你知道 你不cut 你就是反革命了 这个整个革命 就是新爱革命 所以他讲了这一大段 是我们整个近代革命的一个起点 我们现在反省的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不革命呢 在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说 这个周日比较起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们并不觉得比我们更高原 但他有一点 他们要学习方式的车子